大家好,歡迎來到粵語娛樂,我們每日為你送上最新香港娛樂消息,說起羅仲謙,相信吳小朋友對他都有不少印象吧。 不過最近這兩年,縱使他和楊兒結婚,羅生門沒有因此轉勝成好老公,甚至最近還有傳出吳小搞作,就連楊兒都幫不到他擺平。 一齊和小編看下有什麼事,羅仲謙在1984年在香港誕生的,聽說他的媽媽年輕時是出名的廠花,香港說風門水的。 當時16歲的羅媽搞到懷仔,就和朋友圈出名的18歲李法斯羅爸結婚。 大女子出生兩年後,羅仲謙就報道,在他八歲那時,父母決定離婚,吹了十年的雞納。 離婚之後,他和他姐姐跟著爸爸在大埔圍村生活。 他自己都說過,當時他真是很疲,經常被爸爸打,還試過在神主牌位前面跪低懺悔。 後來,在羅仲謙貪玩又不聽話時,他白虎就忍不住,拿著他來照顧。 01年,羅仲謙不想再靠人過日子,打算獨立自主。 大埔觀立中學畢業之後,他去讀了請力同章課程。 搬了出白虎家,去了青衣浩景灣會所當救生員。 那時的他年輕帥仔,身材正爆炸,不少女仔都對他未硬。 甚至有那些為了臭到他近些,才裝落水。 他還說過見慣了女泳衣空店在水上飄。 2004年,羅仲謙陪著朋友試鏡阿嫂。 搞笑的是,原來去的朋友落選了。 他反而被星號娛樂的製作人留住,分到了演外賣送餐員小紅帽。 阿嫂公映之後,粉映特別好,羅仲謙也因此成為了簽約演員。 但他畢竟不在科班出身,資源和演技都有待提高。 2005年,唐一個聚會中認識了富家千金蔡小姐。 兩人一見鍾情。蔡小姐爸爸在北京做生意, 所以他大部分時間都在灣仔渡過。 而羅仲謙就在香港呆得多些。 兩個的感情自然就危疑。 沒多久他們就和平分手了。 還要說,拍拖完之後他們還是很P友,經常有聯絡。 2007年,羅仲謙終於等到一個可以出人頭地的機會。 當時到奇風邀請他深遠跟蹤,飾演其中一位警察配角。 讓他開始在演藝圈有所表現。 逆年,他來了勞動家,勝利去了TVB。 來到TVB的第一年,羅仲謙就曬瞻子攻略。 更獲得了萬線勝費最佳男配角提名。 2010年,羅仲謙終於有機會撈倒主角。 他在愛情電影《婚前事愛》中,飾演了男主角阿絲。 看起來都有不少人記住他的樣子。 聽說,他和劇組的兩位女演員都傳出了緋聞。 其中一位是周秀拿,另一位就是楊子堯。 這三位的關係苟前不清,全然滿天下。 正當大家忙得局來局去。 想著究竟他是喜歡周秀拿還是楊子堯那時。 一位叫做傅詠的女士就突然間跳出來。 剛剛好又和一間經理人公司埋堆。 令到他們很多時候都會以情侶當身份出席各種活動。 公司並盡。 但是好景都沒多久。 戀情曝光之後不夠多久。 傅詠就判斷性地宣同羅仲謙兩散。 跟著香港媒體就一鍋風來爆。 說些鍋水是源自小三介入。 事情發酵到, 連傅詠對刺羅家申的女朋友的畫面都捕了天光。 先前屋企獲器的羅仲謙跪地求原諒。 誰知覆合之後,又是老樣子。 最後還有人爆出說, 他居然同時交往幾個女孩子。 結果輿論壓力下, 羅仲謙唯有面對記者。 說當時傅詠搶手機搞出來的一場笑話。 這樣說下, 傅詠的版就完全不同了。 他指出羅仲謙的行為不止於爭奪手機那麼簡單。 更加驚爆的是, 後來傅詠的物有透露。 有時他們齊齊吃早茶。 傅詠一時氣不順, 就將碗粥灑落羅仲謙空口。 他立即以丈夫臉回應, 甚至將傅詠推倒在地上。 事件還未完, 羅仲謙再次捐入一宗壯漢驗召案。 2012年的5月, 事件涉及犯罪恐嚇大壯時。 港媒爆出了有35位自願拍攝車道照的男藝人名單。 羅仲謙的名字就不幸榜上有名。 當然, 羅仲謙堅稱無辜。 但是涉案的劉定成就公開承認, 自己與羅仲謙不僅相識, 還將它叫做巨空謙。 緊接著, 羅仲謙又有了新的稱號, 集由狼人。 這個稱號是羅仲謙四年之內 連在13位女生的時職所致。 例如拍攝Encore 36小時期間, 羅仲謙就曾積極追求揚義。 兩人戀情曝光之後, 爆出的一系列事件都一一進入公眾眼球。 但是戀情持續未幾時, 這對這弟戀就碰上了首次的情感危機。 羅仲謙屢次公開挽回, 是頒獎禮公開得獎之後, 更是媒體前對女友表達真心。 然而在2013年拍戲的時候, 他又被傳與與劇組的《神禮香》 再公開場合調情。 結果當場吸揚而帝到立馬現場黑面。 到了2015年拍攝沖線的期間, 羅仲謙與蔡師輩關係頗為要好, 據聞兩人私下約參, 並且有過更進一步的親密行為, 甚至共商戲劇情節以至深夜通話。 要知道羅仲謙能夠參與這部劇集, 其實還是揚而向製作單位歷戰的結果呢? 面對如此諸多風波, 揚而忠於忍無可忍, 將羅仲謙逐出外巢, 甚至威脅稅要取消婚約。 幸好,經歷了這麽多風風雨雨。 羅仲謙最終還是接收到尿教訓。 在被迫問多時之後, 2016年, 他終於與楊兒報入婚姻的殿堂。 羅子日返尼TVB之後的首部劇集目擊證人。 自2014年的潮流教主後, 大家都期待他的表現。 不過這麼多年過去, 他今次的回歸似乎未有引起太大的迴響。 這麼說到有趣的事, 有份報道就指出, 羅子日和楊兒改名, 其實有很多新鮮的原因。 1、兩夫妻想要多添丁口。 羅子日改名說是想王住下一代。 2、當然, 都想提高事業運。 3、另外, 楊兒改成楊西瑤, 是想給家人帶來健康。 4、最關鍵的一點, 據說羅子日桃花太王。 改了名之後, 楊兒希望能夠斬斷他身邊的凡人桃花。 報道還透露, 改個名要加二十萬, 兩夫妻就是四十萬。 再加上女兒的名, 總共都花了六十萬。 偏偏真是令人難以置信。 去到2021年底, 又有傳媒爆, 楊兒迎來第二胎。 短短兩年內抱兩胎, 這麼改名真是這麼有魔力。 從一個無名小卒變成攀上高支的鳳凰男。 羅子日真是用了好多年的努力。 時間總是衝衝過去, 為了他現在的生活。 他毫無疑問逃入了好多心血。 相信當深夜回到家, 看著床邊熟睡的愛人, 他心中應該是無怨無悔的。 你們對這些東西有什麼看法? 快點在底下留言討論下啦! 今次節目就講到係就到這裏啦! 記得點擊訂閱支持我們, 下次再見啦!